饺子是谁发明的?饺子是我国人民喜爱的传统食品,是由医圣张仲景发明的。相传东汉末年,医圣张仲景在长沙担任太守。有一年冬天,张仲景回乡探亲,看见老百姓衣不避体,有的耳朵也冻烂了。看到这些情景,张仲景十分痛心。 于是他把羊肉和一些驱寒药材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,并在南洋关搭起棚子,把这种食物煮熟后分给百姓吃。乡亲们食用这种食物后,耳朵都被治好了。 后来,人们便把这种食物称为饺子。经过多年的发展,饺子已经成为深受老百姓喜爱的食物。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,饺子也成为合家团圆的代表食品。